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就是同一时间推出的剧场版《城市猎人》两位主角 还记得很小的时候看过《城市猎人》的漫画书 那个时候的主人公名字翻译叫孟波 这么一回忆还是很有机械感的 当然印象里最深的就是小学两三年级的时候 就见识过北条斯笔下的女性角色了 然后长这么大 对郁姐类型的角色是越来越没有抵抗力了 当然 Megahorse最近最初关注的无疑是这款CC 采用了复活的鲁修中的作战副造型 虽然目前还没有公布官图 不过就掌握现场的实物照来看 基本上已经是玩儿子们亲近买包馆了 不过大家也不用心急 按照Megahorse的产能 应该很快就能和玩儿子们见面 有没有想看的同学 到时候入手一回来 开箱分析也不好了 嗯...实在是太高产 导致里发现还有一款他们家的哈曼 既之前的爱了之后 这次的哈曼又一次激起了高大玩家 如手办的欲望 作为高大宇宙中颜值担当之一 哈曼的人气无庸置疑 一向喜欢加工加料的Megahorse 在女王大人面前倒是没敢造死 而在女性手办并不算多的高大宇宙中 这一款呢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那么教老们觉得如何呢 兽屋小姐姐系列在天新品巨神武装驾驶舱 了解一下 那虽说之前的陆七法制亦足够霸气 不过这次的驾驶舱呢 别看名字这么朴素 料还是非常足的 乍一看像肥宅快乐乙 但实际上搭配了兽屋的同用接口之后 玩法和造型都会有质的变化 怎么感觉像在做广告啊 总之主打自由组合的巨神武装系列呢 依旧会提供各种思路啊 让玩家们自由发挥 售价8500日元 买个创意啊买个创意 此该驻不移出手 又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杀戮 这次为大家带来的就是 皮尔系列Artgross王虎梁 你看这个名字啊 像是从梁山上面出来的 这个规模就能看还有一群人 首先 科尼老师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 这个系列之前呢推出过几款 这次呢就是旗袍造型泳装 不过具体还没有上色 只能呢对着原话劳补一下 这个泳装造型啊 简直就是惊为欠人啊 我 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Brooklyn的动静 而在4月 向大家公布了 林佳西最维小妹的索病 虽然看起来 还会和动画的样子有一点出入 不过单就手帮的造型来看 还是比较有看脸的 想不到世间还有几百岁的小姑娘 这有什么关系嘛 好看的皮囊就是好看 你在乎吗 我不在乎 哼 拿着 最近一家叫Kiss Dance的心肠 引起了玩家们的注意 主要是因为他们推出的机械剑是Red 其实敢满满呢 高的玩家应该一眼就能看出 适合一段元素的尽量内心角色 不过圆满的感觉 倒是挺像天然突破的吊吊 对比万代战的机梁 这款Red看上去还是挺顺眼的 不过69080日元的售价 估计楼权为不少玩家 到时候就入一个给大家分享分享 这个时候就比较头铁 Lodens看来已经玩尼 现在就开始转到主角身上来了 死亡搁浅依然没有任何消息 不过近期Figma系列计划将推出 游戏的主角Sam 对于一款没有公布具体玩法 剧情设定甚至台词 都没有多少句的游戏 东西没出来多少 逐边倒是使劲在出 希望小岛不要把玩家最后的耐心 全部磨灭干净 毕竟等了这么多年 预言一下PS5 护航大作 同样是鲜花饼 GSE多少还是有点实实在在的东西 2018款的雷西亚 预计在2020年7月发售 造型独特并且抓人眼球的设计 放在一堆手盘中都可以拖延而出 当然这个底座呢 对于摆放还是有要求的 最早还是接触插画一直没有关注 没想到动画画了 不过估计大家都是冲着插画风格去的 还是可以期待一波的 2020年嘛 一年很快的 以前介绍过PLAM的山珍感规模 很快就来上色成品了 其实这次主要是介绍一下 官方提供的两种国外选择 一个是带金装的 一个是不带的 中间差了7500日元 这个完全不知道是谁给谁打掩护啊 当然如果是绅士的话 想必大家心里已经有答案了 不过对于真玩家来说 金装是可以单独取下 也是符合了许多造型 虽然从某种角度比较碍眼 作为早传长 PLAM还是可以关注一下 一看官都被读到 阿花不说就买爆 新名预定即是跟进 运魔道激动奥特曼系列 艾斯先行预定已经结束 目前已经更新了 合金成名的发出时间和全款 另外同样 是运魔道的合金成名 百姆拉也已经更新上架了 还有上机介绍的 威武女神一文陆无 星岛珍 阿尔塔祖宗姆千枝 奥TREASURE 比达航线小天鹅 再版火天堂利亚斯 比尔法 库雅 再版联徒人 再版联徒人 加的胃以及和服版 Brain 亚修 土地囊系列 伊尼亚 等等新品已经上架完成 更多新品 欢迎进入来 本期会送出一张武器园 店内五门卡与会券 记得给我们的节目 多多点赞 投币收藏 注释一下 分享方式会在B站动态开启 感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参与呀 好啦 来看看最近一周 有些什么好玩的东西 天空为了让教导们 持续输出 推出了一种 吃一克 保证三天睡不着的药丸 如果想挑战一下的朋友 建议谨慎使用 最近一位日本小哥 运用立体折贴值 制作了一段新小猫的故事 如果说之前HG细数C装备是三文鱼的话 那么彩透版的应该就是许花肥牛啦 嗯 越看越像 然后啊 就是群里看到的玩家自制图 何为当代模玩本质 这样 这样 还有这样 作者如果看到我们节目的话 记得私信网号 我们把你的ID数数加上哦 OK我们来看看上期开心坑大家的留言 网友林克代稿机留言 主体固然重要 但没有配件可玩性就降低了一大半啊 就比如SIC的人数 哈叔叔甘露了SIC的小悠 总共就一对比人和两个电话手心 其他的配件一个都没有 本来以为人数的SIC配件量就已经很少了 这次的小悠更少 明明有那么多的武器配件可以出 啊满满的阴谋 网友阿娜海姆电子公司留言 对我来说呢 配件多少不重要 重要的是能不能全装到主体身上进行展示 比较讨厌那种 一个本体呢 配了好几套装备 但是每次只能展示一种的 入柜就懒得再去摆弄了 问了不少的玩家 不守多了之后啊 玩到最后都是丢进柜子里展示 或者是直接回合收藏 但是像MB这枚F不带个配件包 又感觉少了很多乐趣 嗯就很纠结啦 我有416核弹留言 个人觉得本体质量在第一位 其次才是配件 像我这种飞球老师中奖啊 再比如花叔叔 咳咳咳 这位朋友 在这里我衷心的祝愿你 以后买的泡面 都比别人多一把擦勺 每当看到Megahose成神恋人手办之后 突然回忆了一下 小时候看过的漫画和动画 在我们小时候接触这些文化中 总会或多或少的 带给大家无法忘记的回忆 甚至还是对现在的习惯 有着启蒙的作用 那么本期的互动画题 有没有那款玩具啊 依然影响着自己的喜好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区讨论 最后别忘记本期的抽奖活动哟 好了 简单粗暴随传随到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